有我们长条柴 最近我都不会带安了 因为疫情在很多地区又有些反复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注意健康 上回我们做了三期回民间特辑 没有看过朋友可以去看哦 其中我其实遗漏了一些 非常有趣非常好吃的小店 比如这家 秦宝肉业 扎一看他家感觉是个卖鲜肉的 但其实他家也卖 但是核心 你怎么能错过这些金灿灿的丸子和小醋肉呢 大丸子 上面隐约看到一些香料和香葱 尝一尝 嗯 哦 哦 炒 嗯 现炸的牛肉丸子 我相信没有人能拒绝吧 哦 鲜 现在的鲜牛肉一斤是多浅啊 36 38 而且我们家的肉都是干肉 就是没有一点水的 像你们在外面买的 就是可能水比较大 都是鲜水的 我们家都是正宗的亭川 亭川牛 繁荣 我看你们炸小醋肉用的这个酱料 好像也是自家 都是我婆婆的秘质配方 所以别处吃不着啊 对 就这家店 对 是 太好了 这个东西都已经卖了30年 回民间第一家卖丸子的 哦 现在他们数据也大了 看孙子 我们年轻人少 行 那我们先走吧 下次好吃我们再回来 好的 好 好嘞 谢谢 光有丸子跟小醋肉肯定吃不饱 我这个吃货 所以来吃我们间的正餐 大名鼎鼎的沐萨沙锅 要个招牌吧 这个56的牛尾丸子沙锅 对 你有辣椒饼啊 要 辣椒多 我的沙锅 我的沙锅来了 56块的牛尾丸子沙锅 这还不是最贵的 最贵还有加带鱼的 要卖69 首先贝贝这个价格吓到了 他家其实也卖那种 18 20 25那种正常的沙锅 只不过我奢侈了一把 加了很贵的牛尾 摘下口罩 真希望有一天能彻底摘掉口罩 我们一起努力吧 啊 先来看看我的牛尾 真的 你别说他家沙锅贵 你在谁家的沙锅里能见到这玩意儿 天了 我先喝一口他家的汤 一嘴下去你就知道这个汤不一样 非常浑厚 麻麻的 鲜鲜的 而且这个汤里边层次非常分明 非常浑厚 这种小锅所说 他家不论沙锅贵贱 都用的是统一的牛骨头高汤 这个汤非常有东西 我喝这个汤我都能喝一天 里边配菜很丰富 这个天气吃个沙锅真的是绝了 你知道吗 他家小青菜 个头也挺饱满 挺漂亮的吧 为啥说他家的灶台有点小小的脏脏乱乱的 当然我不是很在意啊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沙锅颜值很注意的 刚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家把我锅里边的小小的一颗小菜叶子丢掉了 可能没有丢准 但是你能保证吃到嘴里边的每一个菜都是精品 讲究 废话不多说 来一口 牛尾 牛尾上这个肉虽然很筋道 但是又不像牛筋那么难嚼 它已经完全被炖烂了 再找找还有没有 我还蛮爱吃这个味道的 这个大 这个大 它就是这一碗里边的C味 一层宝 我觉得我要冻粗了直接吸它 放进嘴这个东西肯定会夹不住 崩我一身 看见多烂了吧 你别说这个牛尾的肉真的是 够了 这样你吃起来这盘砂锅完全不费力 轻轻松松用舌头拌着软着 它就在你嘴里碎了 不用那么用力的去嚼 这里边也有丸子 给你们看看他家丸子和我刚买的丸子区别吧 这还是被汤浸泡过的 你再看我买的这个纯干丸子 熟悠熟虑 不用我多说了吧 再让你们看看它们内部核心吧 两家丸子画风大体上差不多 但是你看老板娘卖的这个里边 明显更多一些香料啊 姜啊 一些的 碎渣渣 所以说呀 树叶有专攻 穆萨卖了三十多年的这个 古汤砂锅 这个汤是他一绝 但是这个丸子 人家同样是卖了三十年的家族产业 这是人家的绝活 不得不承认 哇 真好吃 当然也不是说穆萨家的这个砂锅丸子不好了 只是说 你再和梅西再比球技 有几个人比得过 再来一块超大小酥肉 也是老板娘家卖的 哇 你看 这个大条全是酥肉 这看起来就像一块牛肉干一样 纯瘦 如果你喜欢肥腥 可能这个东西你会不那么的感冒 但是不得不说 哇 你在别处根本吃不到这么大条的小酥肉呀 隔壁就是定家 他家的肉现在已经 对我来说有点过肥了 后砂锅里吃 就像你们煮火锅一样 刚泡进去这个小酥肉上酥酥的油外壳还在 配合上这个鲜美无比的汤 这简直就是一个一加一大鱼丧的组合 啊 砂锅这个东西我唯一的不满就是你得要吃快点 吃太磨叽了 汤越稀越少粉袋越泡越大 菜吃差不多了 我们看里边大概牛尾肉一共是五到六块的样子吧 你不要一直盯着价格看 价格这东西就是假的 老板可以在里边随意更换佐料跟这个分数大小 如果你对这个牛尾肉不感兴趣 那其实来一个基础感十几块的 砂锅也行 冲这口汤就很直 啊 这个肉好嫩好嫩 好了 那么点评一下今天我吃几样东西吧 一个都没有采类 都非常棒 这个砂锅汤绝了 值得一来 这个牛肉丸子是我心目中最棒的丸子 没有之一 而这个小酥肉 因为它这个吃法比较多变 回家去泡在你的方便面里 你的汤里边怎么都能吃 晚上看球吃这两个也很不错 我怎么一不自觉又塞嘴里边吃上了 安安真不是我欺负你 但是这些东西你都吃不了 那么希望我们的这个疫情能早日好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带它继续旅行了 我们尝尝聊柴 下次有什么好吃好玩再见吧 拜拜